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一天我去上班 电梯门快要关的时候 远远有一个人跑过来 要坐电梯 看起来他大概是要赶着上班 要打9点钟的卡 那照理说 一般来讲我们应该按open 让人家进来一起上去 就我很不自觉的呢 我就按一个close 看到他一个很惊讶的表情 然后门合起来然后我上去了 在那个电梯上升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心里面蛮难过的 我说 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我好像 变得一个 不喜欢人家碰我 一个电梯里面也不喜欢人家 跟我一起搭乘一个电梯 刚来连安上班 我其实很怕我们Peter老板 他长得黑黑的又很严肃 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平易近人 那他每次来做健檐的时候 你知道同仁就说 你去啦 你去啦 你去做他啦 我是生长在云林北港乡下的一个小孩子 我们家是开货运行的 妈妈常常提醒我讲说 儿子啊 你如果想要离开乡下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好好念书 他讨厌的时候 他怎么忐心啊 我们欧容家 没有人说 他如果在跟妈妈做母亲节 我们儿子 他就告诉我妈妈 我出来坐 你坐那坐 你都不能走 点点坐 我一堆红包 你还要带着 我就叫我带着 他现在去外面 你现在是在变 来送我啦 说妈妈告到游风啦 现在他们爸爸就来说 你准备要带着 告到游风也没了 他们想说你还要带着 现在是国后而已 这国后而已 我心心念念要考台大政治系 因为我的舅舅呢 就是台大政治系的研究所毕业的 在当外交官 然后呢 他回我们那个乡下的时候呢 都让我们有点觉得那种 衣锦还乡的感觉 老天也是特别帮忙 所以啊 就让我真正如愿的 考上了我的第一志愿 很快的时间 那个高兴的感觉就没有了 就开始更多的自卑感 然后我的皮肤又很黑 看到这些北部的学生呢 多讲话 自正腔圆又很活泼 后来我自己就想说 这样子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克服 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见颜色 然后怎么样子把我的这个 这个国语啊可以训练的标准一点 就后来我还参加台大的全校演讲比赛 还得到第三名 大二的那一年暑假 爸爸好像投资土地 自己的钱也不够 跟人家借了很多高利贷 然后后来就变套牢了 就整个每个月要付很高的利息 然后你回到家里面就看到两个老的 我呢常常愁眉不展 或是吵吵闹闹的 马上学校要注册怎么办呢 我看到了一个用最快的方式 就是到郭泰医院去卖血 那时候500cc的血啊 可以卖到3000块台币 而我台大的注册费呢 只要4500块 我突然发现说 我应该以后要变成一个有钱的人 比变成一个有权势的人更重要 政治系如果要走到企业界 是一个不算有专长的一个科系 我好不容易去考 考到了长龙海运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真的很惨 我对这方面的东西是完全不了解 几乎每天都是7点多就到公司 然后呢搞到三更半夜才回家 我的薪水快2万块 我一个月的应酬的这个预算啊 竟然差不多可以到20万台币啊 就是我薪水的10倍 很多人就说很羡慕说 哇那你就是好像可以吃香的喝大的 事实上就是每天喝酒 有一个朋友突然有一天跟他提说 李温雄我觉得你这样台大政治系毕业 你想要在企业这方面发展的话 你最好去念个MBA 对你应该是个加分 然后他听到那句话以后就好像 燃起他心里面某种热情 他就很努力 简直是没日没夜 就是为了要考试 然后申请学校 然后去留学 在两年前的时候台北最寒冷的冬天 大概只有两三度而已 我去跑了人生第一个拳马 拳马就是42公里 之前一个晚上 其实有一些挣扎 我觉得说哇好像 也可以不去吧 天气这么恶劣 然后又下雨 太太跟我说了一句话 点醒了我 她说文雄 你已经准备这么久了耶 去试看看啊 我觉得我在人生很多很重要的时候 太太呢常常都给我 那个临门一脚啊 我在1987年的时候想要出国念书 实在在家里的父母的环境各方面 实在是没有一个可能性是我可以出国去念书 所以我太太就先说 没关系让你去念啊 然后我就去打工啊 回想起来 每一个礼拜好像只花了二十几块美金 买一个礼拜的菜 我每次把那菜抱回来自己的寝室 然后都会在床头做半天 想说我银行的那个存款好像有少了一些 我回来台湾找工作的时候呢 中华投信的副董事长他们也在找人 八十八年的时候呢 就给我年薪百万的薪税 就我拿到那个聘书啊 几乎是流了眼泪回伊利诺大学 那个说梅华在机场来接我的时候挺个大肚子 已经快要生了 我就跟他悄悄肚子说 那个小贝比已经有奶粉钱了 那个小贝比已经有奶粉钱了 然后这些钱来来去去暴涨暴跌 这好像不是我一辈子想要做的事情 在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创业的想法 也唯有创业变成一个老板 才有机会让我的父母呢 显耀能够让家族呢 在地方上抬头 我的父亲到我年纪很长的时候 他都还在听广播学英文 然后在我高中的时候 他会用英文跟我写信 想说我在学英文 他想要用英文跟我过同 有时候生日的时候都跟我写一个卡片 或是在红包袋上面写几段话 在我40岁生日的时候 给我一个小小的红包 上面就写说 文雄啊你很努力啊 然后你的成就啊 已经超越了我们对你的期待了 也可以不用这么拼了 他会发现说 我好像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好像也听出一个很好的样子 可是生命的过程 事实上是很辛苦的 就 我看到那段话其实蛮感动的 是不是不舍 对 因为那边也是觉得说 我父亲好像也很了解我 看到你什么 看到我 一心一意要追求这个成功 有很大的原因是为了要 解决家里的 财务的问题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突然也意识到说 其实人生的上半场 很多的努力 很多的努力 都是为了这个家 或是为了 希望我做得很好 我都会很开心 这一辈子来到底要做什么 就我开始呢 就去旅行 我想要扩大我的生活面 所以我从古文明 大家最想去的这些都市 任何一个地方 走到每一个地方以后 好像又觉得这东西不够精彩 然后越走呢 就越偏远 我去过两次北极 两次南极 去南极搭破冰船 然后还要飞到内陆 才能够看到帝王企鹅 我走在边缘上 我扛了很重的摄影器材 然后看到企鹅呢 从海边跳上来 要回到栖息地 我想说他们要走多远 才会到那个栖息地 我们是做直升机来的 想要拍摄他们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说 他们一路走回去 他们的栖息地 是要去找他们的小baby 我扛了二十几公斤的摄影器材 我在找什么 我这一辈子 这么多寻寻觅觅 到底我在找什么 那时候我的眼泪 就一边走 一边那个很冷的风吹来 一边走一边哭 这一路走来 走到这么没有人的地方 你这一辈子来到底要做什么 你到底要做什么 那种感觉越来越深刻 直到后来 就是说 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些干部 在复制基金会学习 就参加那个二日营了 2008年的时候 那联岸搬了第三次的家 刚好就在南京东路 那每天下午呢 就跟同事在这边附近用餐 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在137号的楼下 有一张说可以去上广论 那在当时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 当年的2008年的这一年 我的班长呢 在班上呢 就邀请我们去参加企业营 那参加了这个营队 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 无限生命 无限希望 我觉得一切呢 都来得及 那还有呢 就是观光念这四个字 如果能够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我觉得就非常的幸福跟快乐了 所以我还记得在当下 我就在那个笔记本上呢 就开始规划了 第一个 我到底要怎么剥下这一颗种子 但是呢 我内心深处 我一直觉得 我是天主教徒 为什么我要去参加一个 好像佛教的一个营队等等 他们就没有啦 总是因为那个是 跟生命成长有关系 不过跟宗教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呢 又讲说 这一次这个CEO二字眼是第一届 上两天课 讲到观光念恩 然后法师提到无限生命的概念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个概念 当我慢慢的看到了我自己 而且广文里面 师父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你要调伏自己 你要对付的是自己 而不是别人 我们自己的那个脚慢的心 那么庞大的气球 慢慢的缩小一点 我开始蹲下腰来 看到我的员工的辛苦 看到了社会上的需要 他学了广路以后 他就开始慢慢的 把这个公司文化转型 转型成一个 就是说 给很多同事一个很 很强烈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要行善 而且 可以从很多地方去行善 他自己本身 就是很能够做到 四年前的时候呢 我们大胆的呢 把我们提供给客人的 早餐跟午餐 跟下午茶 全部都把它改成蔬食 你知道吗 因为客人每个都来抱怨 就是说 小姐我来这里已经十几年了 以前都是吃 吃把吃肉的 那你现在跟我讲说 要吃蔬食 偶尔不是牛 刚开始有人 抱怨 后来呢 这些客户呢 就觉得说 哇这是连安的特色耶 竟然让我们吃蔬食 总经理 然后各位主管 大家午安 那我今天的话 在表情稍后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恋爱物房学机构 那种树的一个成果的报告 对我们客人来讲 我们会有张先生 他在我们跟十大音乐 合作一个有机音乐的活动当中 里头有一颗软薯的棕子 他很用心的把它 摘种到他们家的森栽里头 就长高了 然后他就写信来给我们说 他觉得小树不太适合 摘种在这么小的森栽里头 他请我们帮小树 找一个他适合的家 于是我们请慈兴基金会的树立师 屏幕之后 移到嘉义的林场去 那我们也请当地的林场的人 来帮我们拍照 告诉张先生说 您的用心在给这位小树 因为他给这棵树取名叫小树 给他取名字 他说像他的儿子一样 小树已经种在嘉义的林场 小树种得非常的 他活得很好 平常都是来做健康检查 一直想破脑筋 到底要送客人什么东西 送客人温馨的 甚至以前不是送很多蔬果香啊 等等的东西 那我们要再试看看 帮他们每一个人 在台湾真的需要的地方 帮他们种一棵树 用他们的名字种一棵树 那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 一种很深刻那种生命的感觉 因为每一个人到我们诊所来 是为了关心他们自己的生命啊 关心他们家人的生命啊 关心他们公司员工的生命啊 那可不可以再继续让它扩大 变成关怀更多我们的山河大地 跟富池这块大地 然后大家共造一份善业 我们公司一直在帮我们的客人种树 所以我们福委会也在想说 如果我们帮客人种树 其实我们同仁应该实际去体验 亲身经验一下 所以我们就办了这次的种树活动 那因为我们在探勘场地的时候 就发现海岸型的垃圾其实也很多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其实种树再加上淨摊 那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更大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召集我们的同仁 以及他们的眷属 在那边我会说 王金女跟我说 阿姨我们很会去 不只是正是我而已 还要求本索 我听到我就想想去 我说我要求本索 我去那我没有要求本索 我在那边每天都要求本索 为什么要去又要求本索 我就没了 我就很想去 结果王金女跟我说 阿姨你不要想去 你就去 你不用去不要去 结果我去到那里 完全都不同了 那台座都改变了 那海边有整个 本索 破裂都 把我们最硬起来的东西 那个冰箱 那我们的蜜蜂 整个都硬起来 很骯髒的 自然去到那里看到 你整个都会改变 我也是一个人跳到欢迎 四年前 刚好九月初的时候我生日 就有好几个干部 还有那个我们的同仁们 来敲我的门 说祝总经理生日快乐 就拿一个看起来好像tongo盒的东西 我一打开 哇 里面这样厚厚的 密密麻麻的 这么多的卡片 每一张都是 我们的同仁们的善行小点滴 他们说总经理你在公司 带着我们做这么多事情 想要关怀生命啊 护持大地 我们想要把你的爱给传出去 看到这些真实的故事 我真的当场就泪流满面 最让我感动的是 我们一个经理他说 总经理我们家族 已经有五十年三代不往来了 因为有很多过去的恩怨 他有个叔叔已经在安宁病房住院 住了很久 大概没有多少日子了 他就想说总经理 你一直希望我们把爱传出去 我终于想到了 我把我过去失散了这么多年的 这些堂兄弟 这些姐妹们嘛 把他们找回来 然后去看他的叔叔 在安宁病房里面 推开门的时候 叔叔看到他们这已经五十年 家族不讲话的这些家属都来了 那叔叔马上就哭得泪流满面 然后过两天 这叔叔就往生了 他说总经理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我每次讲到这个事情 我自己也都是很激动 因为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我一个很深刻的理想说 企业它是可以 往这个方向做到这个深度 让每一个 每一个员工可以感受到这个爱 然后把这个爱传出去 企业 因为它也有可能可以变成一个道场 可是它是跨越宗教的